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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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MING PAO TORONTO 我們是Yumi和Seline 上一集影片我們步行前往馬六甲的 舊城區逛逛 還品嘗了 當地的早餐和好喝的椰子奶昔 現在要走去下一站 法摩沙堡 繼續跟著芒果這一家的腳步一起開下去吧 這邊沿路走過來有好幾間博物館 有興趣都可以進去參觀 再來往這邊走就會看到 沙摩沙堡 在沙摩沙堡對面還有一些小商店 這裡就是沙摩沙堡 跟台灣一樣有一個很美麗的名字 沙摩沙堡的原子位於聖保羅山下 原本是一座葡萄牙人在馬六甲 建造一座防禦荷蘭人的堡壘 後來經過荷蘭人攻佔和英國人殖民 最後在1808年被英國人拆除 如今可以看到的只剩下一道城門 這座城門就叫做聖地雅各城門 仔細看城門裡地板的紅磚 看起來跟羅馬競技場裡面的好像 你看都是這種瘦瘦窄窄窄窄又長的紅磚 現在我們要沿著這個樓梯往上爬 終於爬到聖保羅山的至高點了 從這裡可以俯瞰馬六甲的城市風貌 還可以一邊吹著海風一邊遠眺遠方的海景 前面還可以看到一艘船 這是海事博物館 石頭全部都被侵蝕看起來就一個洞一個洞 聖保羅堂位於聖保羅山頂 是馬六甲的一座古老教堂 最初建於西元1521年 之後經歷三個殖民的時代 從教堂變成防禦性城堡又變成火藥庫 現在的聖保羅遺址只剩下圍牆和眾多的石碑 教堂連屋頂都沒有了 火藥庫羅山頂都沒有了 身體第一百年 是在你身體最大的不穎 身體而且不錯 在你身體的時候 在你身體維持牆和眾多的營體 冬箱多的營體 在你身體跳 也非常的快 在你身體無法 會再掛倒 如果沒有人就用一隻肉 我懷疑 你哪有意義 我懷疑 謝謝 喔~~~~~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這邊靠海邊 所以風真的很大 而且下午的時候變比較冷 我還以為下午沒有下雨會比較熱 就沒有穿外套 結果失散了 我們要走下去了 聖保羅堂其實只剩下周圍的遺跡 所以走上去參觀不用花太多時間 我們現在要往機場接的方向走過去 從這裡走回去夜市很近 只要8分鐘 沿路上還有看到很多馬六甲最有特色的 就是這個三輪花車 搭配車上播放的音樂真的很特別 現在是下午4點多 肚子有點餓 打算去機場接夜市找找看有什麼好吃的 古城激勵飯已經關了 白天的機場間是長這樣子 另外一家激勵飯也關了 我們今天來不及吃 只好明天再來 現在只能繼續往前找找有什麼吃的可以填飽肚子 找到這家王老爹老味道還有開 我們就決定吃這家囉 菜單上有很多餐點可以選擇 最後我們點了一份激勵飯一杯樂拉茶 還有一份家洋吐司 這樣總共是25馬幣換算台幣是175元 還蠻嫩的啊 這一份是13馬幣 激勵飯是馬來西亞馬六甲的一道必吃美食 當時海南島人移民到馬六甲之後就加這道美食帶了過來 是一種把米飯和雞高湯一起煮熟之後 再將米飯捏成乒乓球大小的圓形 搭配白斬雞一起吃蠻好吃的 現在有稍微吃飽一點 想說先墊個胃 因為我們到傍晚5點多才吃午餐 沿路走過來其實吃的店不多 有的店都關了 剩下就等晚上夜市再過來買吃的 決定現在先回去飯店休息 有Google這家是馬六甲很有名的冰店 但是剛才肚子餓了想說晚點再來吃冰 沒想到吃完激勵飯走過來就準備關店了 機場街是馬六甲世界遺產古城的一條歷史老街 也是每位前往馬六甲旅行的遊客必訪的景點之一 這裡聚集了歷史悠久的古蹟 當地經典的美食和伴手禮 而且用餐的位置就在馬六甲河岸旁邊 可以一邊吹著風欣賞河岸風光 一邊吃著在地美食尖銳冰真的是蠻悠閒的享受 這一份是8.9碼幣換算台幣約60元 我們點的尖銳冰配料有玉米紅豆斑藍葉粉條 剉冰上面再淋上馬六甲的椰糖 剛開始吃覺得口味很特別是鹹甜鹹甜的滋味 斑藍葉粉條吃不出什麼味道 都被強烈的紅豆玉米馬六甲椰糖蓋住了 吃到後面覺得冰濃的太快 還有馬六甲椰糖的後味太重 比較吃不習慣這個味道 好險我們只點一份 不然真的會吃不完 吃到後面真的覺得越吃越嫩 吃完覺得蠻嫩的我都起雞皮疙瘩 剛剛就是在後面那家店吃尖銳冰 最後沒吃完只剩一些湯汁而已 有的奶製品好像吃太多 肚子就會覺得怪怪的 覺得來到馬六甲可能剛好遇到下雨天 所以溫度很舒服 沒有像我們去年去吉隆坡那麼熱的感覺 就可以待在戶外久一點 還有我們從馬六甲的舊塵區走回去飯店 差不多10分鐘左右就很近 如果在這邊突然想上廁所 也可以再走回去休息 因為這邊的要收費 上一次要涼麻痺 還有我們打算先回去休息 因為現在差不多是5點多 8點多再出來也OK 因為它夜市要開到12點 我們這次來到馬來西亞使用的機票 就是去年1月買的長榮外站機票的第四段票 當時買這張票的時候還可以開兩次停留台灣 所以頭和尾只要各家買一次台北飛吉隆坡 和吉隆坡飛台北的單程機票 就可以延伸變成兩趟馬來西亞自由行 和一趟歐洲自由行 或繼續再買一張外站機票銜接下去 就可以無限飛行囉 但是自從去年6月長榮外站機票改了規定之後 就是現在只能停留一次台灣和轉機一次 就是飛回台灣轉機那次當天或隔天就要立刻飛出國 等於這張外站機票的彈性沒有以前好用了 現在也可以買兩次停留 只是費用會比以前貴上五六千塊 但是買外站機票還是會比台灣買直飛去歐洲便宜許多 總而言之這張票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比較適合假期多的人 和安排之後就不會隨意改期的人比較適合 所以可以依據自己的行程安排購買適合的機票 現在要去逛機場接夜市 昨天來這邊超熱鬧的 全部都擠滿車 可是今天下雨人潮整個少很多 馬六甲機場接夜市只有每週五六日才有擺攤 一到四都沒有 所以這裡是假日限定的夜市 所以安排來到馬六甲旅行 最好是挑這三天 變好少 昨天人幾人 今天下午就沒人 出來擺攤的商家也變好少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記得訂閱芒果這一家 開啟小鈴鐺 就會收到我們每支影片的通知喔 還有追蹤芒果這一家的粉絲專頁和IG 就能即時收到芒果這一家 分享的最新旅遊文章和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